本土的病例有183名 境外移入有97名 台湾本土疫情再创新高 新增183例 主要传播链包括基隆小吃店 再增45例 新北三峡亲友 校园群聚20例 另外中和社区再增14例 接下包括桃园工作室 大潭电厂 台中婚宴等都有新增 事实上在亲政无症状的相对的多 那我们关心的重点 还是在中重症 中重症的一个情况 那今天虽然昨天案子很多的 目前我们中重症的并没有增加 所以在这里面 大概就是亲政的 占了99.8 本土案例每天破三位数 指挥中心专家会议考量案例 多为亲政或无症状 避免医疗量能不足 因此放宽隔离条件 包括二彩因或CT值超过30 不需要隔离满10天 而境外一路就案 移除N抗体阳性条件 那如果仍然维持在N抗体要阳性 那还要两次CT值大于等于30的时候 那其实就会变成把一些轻症的 其实感染越轻的可能就关越久 因为它N抗体都出不来 那反而感染比较重 它会出来的比较 它会解割比较快 后面的一个保险仍然在 就是你检疫时间 仍然是要满10天 然后检验PCR要阴性 然后接下来的 要自主健康管理7天 那两次的快筛 指挥中心放宽检疫 不过双北首长批评 清零松绑没说清楚 陈时中强调防疫政策没有矛盾 要正常生活又不至于防疫限制过大 如果地方首长不清楚防疫措施 可以向指挥中心询问 新常电视程会谋谋自营 台湾台报道